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是说我们组有一个小姑娘避风度假去了 上德国回来回来还给咱们和国拿回个纪念品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玩意很很很珍贵啊 你别看这块脏乎乎的照香港讲就要屎屎是吧 小水泥块这可是柏林墙的水泥块 在这买的这个纪念品 你看当年这俩在咱们看这俩人对吧 我能认得这个是柏林尔涅夫 当年冷战时代那个苏联的领导人柏林尔涅夫 这个跟文道熟 这个我也不熟 刚刚后来才问了他们说是昂纳克 昂纳克就以前东德的共产党主书记 对这个这个这个算是一个一个小小纪念啊 不过咱们呢还是讲讲咱们该讲的话题 讲什么就是讲领导人接吻 领导人接吻 还是同性恋 没错 哎呦我的天 最近好像台湾方向上传出领导人是同性恋的 呃什么密文哦那个是谁吗 施明德吗 他指控这个蔡英文 他就说蔡英文你应该出来公开你的性取向 呃说现在是什么社会 我们都很开放没问题 但结果就被人痛骂 就说你这等于是在压迫人家 就先不管蔡英文究竟什么性取向 但是你叫一个人公开性取向 这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压迫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没错但是他要真的说是这个 跟他的这个同性恋人 假如说他是同性恋的话 将来比如说假如他当了领导人的话 那可比夫妻更隐蔽啊 有没有这一层道理呢 什么意思 哎施明德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他就是说呀 陈水扁有一个吴书珍 哦是吧 你这个老婆呃思乡受受 这种受熊惠受惠 尚且都很长时间没有被发现 他的意思说你性取向不用公开 按说你要平民对吧 没有 但是假如你要当领导人的话 嗯 这是不是一个问题 不我觉得这不是问题 问题在哪 那如果照这么讲法的话 就是任何一个领导人他只要有太太 跟太太感情特别好 那就都有问题了 因为他这个说法等于是说 陈水扁的问题就出在他太听吴书珍的话 吴书珍又太贪了 所以搞成这样 不是指这个配偶就是作为一个有权力的领导人的配偶 需要接受公众的一个监督 不 我觉得恰恰不是这样 恰恰正确的监督这种 或者说预防贪污情况的发生 不在于怎么更好的监督他的家庭生活 他的感情生活 嗯 而在于这个元首或者是这个领导人 他的每一笔开销 所有的支出 所有能够被他管控的这些账目 是不是非常清楚 被严格规定的 嗯 对不对 就是说假如啊 你你这一家人 这家领导人 这家政治人物 这家人都很贪 但是问题是假如你的所有账目 都清清楚楚的被人看得见 都没有任何办法 可以超过额度的去调度的话 你就算贪 你贪也就几块钱 我对于这个 其实是有一种历史性的 和人文性的这个悲哀 说得这么大 没错 因为我觉得清楚啊 在东方人的社会里啊 是相当难的 你从陈水扁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人呢 这个家庭啊 这个家庭啊 你知道吧 就是他他是 你们想到 他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 他几乎一个中国人呢 任何事情都离不开 他的这个家庭 就我在我在很多地方啊 最近都感觉到这一点 就是说 你看哈 咱不说别的 咱就说这个医疗 医疗 你发现没有 哎我最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啊 中国的医院和西方的医院呢 是很不一样的 嗯 我们当然这个里面有发展水平 本身就很大差距了 对吧 还有一种因素 我发现现在中国你哪怕就是再好的医院啊 基本上你看吧 还是一种啊 你们家里要有人得了大病 对吧 还是一种啊 家庭和医院呢 协作 什么意思 家庭医院协作治病 不可能一个人住在医院里面 你必须要有家人的支持帮助啊 和包括家人要和医院去做各种各样的沟通 协助 嗯 这是好事啊 哎你看哈 这个事该怎么说呢 就比方说哈 你的这个医院里 你看都有这个家人在这个陪护 对是 你知道过去中国人讲什么 就是呃 咱们讲的就是说 为什么经常跟人说老人 你们家的老人身体健康 那是子孙们的福 最大的福分 你知道这个话呀 它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光说老人健康你高兴 而是说老人的健康如果出了问题啊 嗯 你就 你你你这个家里你就就遭殃了 你明白吗 就是你这子女们呢 完全的生活和工作一切都被改变 嗯 一切都被改变 就是你比方说家里有个重病人 好 在医院 你这个家里都是8小时都是上班的人呢 嗯 可是这个人24小时 需要看顾 需要看顾 好 然后咱们说可以找护工 我跟你讲 护工的这个市场 在在咱们国家呀 可以说是天昏地暗 就是你你这个里边啊 完全都是搞不清楚 甚至你衍生出去中国的保姆 为什么周围朋友 一说起谁家请保姆 他都觉得像到了地狱一样 这是为什么 哎 这个里边啊 我就我就 咱这事咱们待会再讲 好 我就讲一个 就是那天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这个加拿大 嗯 他就说啊 这个加拿大在这个医疗医保这方面呢 那叫社会主义到什么程度 嗯 就是说 稍微大一点的病 就需要住院的这个病啊 你从你一进医院呢 你这个家人就不管了 对 那他医院也不让你管 完全的包括这个你比如说重病人在这儿 这医院呢 每天有人给他脱光了衣服推到一个屋里 给他那个洗澡 给他按摩 他打扮的香香的就就就回来 香喷喷的 香喷喷的 就是他给你照顾的特别的好 无微不至 然后呢你的这个家人只是看望 嗯 你明白这意思 我就我就从这里 里边是这样 就是说呃就是说家人照顾没什么不好 但是呢他一个就是说呃 确实让整个家庭陷于一种混乱 所有的秩序都被打乱这是第一 第二个你是有家人啊 比如你孩子多 或者你兄弟姐妹多 你比如像我我独生子女啊 嗯 对吧我现在觉得我照顾我爸爸妈妈 就比如我妈妈身体不好 我就挺受累的 就是飞啊去啊 那我有时候在想那像我这样没有姊妹的 没有兄弟的 就靠你一个了 对那就我老了以后我靠谁啊 这就是今天中国未来迟早面对的问题 对啊 你像如果一个人他一个人在医院里面没有像你说的那个整个医疗系统给他的帮助 那怎么办呢 对你你知道就是说呃我现在意识当然我我瞎联想啊 就是西方人的这种个人独立啊 他你看他建立在一个非常专业和周到的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于是他能让你家庭成员之间呢就剩下感情亲情 你比如说你可以去看望哎你可以陪他聊天 可是整个的这一套医疗当然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看来啊 太没有人情味了 没错 病了怎么能子女不在旁边呢 没错对吧 那这个所以你看这个里面又有一种文化的问题 你像说中国进入老年型社会啊 老人现在很多独生子女说将来老人病了该怎么办 我发现我一个美国朋友就讲就说老人要是这种不能照顾自己了 那就怎么办啊 他居然会建议你去养老院 对 咱们听起来咱们听起来怎么这么不笑啊 对吧 可是他说呢 美国的这个养老院啊 是等于是专业的护工 给你擦屎擦尿 是啊往你往鼻子管里给你打食物 他是专业的 是他照顾你从技术上讲 比家属还好 而且呢 美国那个所谓的养老院 我们不要从我们中国版本去理解 有些真的是很黑暗人间地狱啊 他不是 他是一般中产阶级那个养老院啊 他是这样一帮老人 他们是有很多活动的 他们在那个养老院里面 然后一天到晚打牌啊聊天呢 看电影呢 下棋啊什么的 一大堆活动的 他基本上像是个老人社区 所以他养老院其实很多种 有一种他不叫养老人 叫老人社区 老人社区是什么呢 就是个老人 有时候是一个人 有时候是夫妇俩 他们其实还是住在一个 像自己的房子一样的地方 只不过每一个房子贴得很近 然后中间又会有很大的社区中心 而且是有人来照顾你的 是这样的概念 但是这里面又牵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说的很很对 就西方国家有很多国家 他为了保证每一个人的独立 他整个社会要做很多很多的基础建设 比如说我们知道西方国家 像美国是更个人主义的 那美国这种国家一个小孩 到了18岁 那就赶出去了 对吧 那就出了门之后 比如说上大学 如果你大学还没上完 什么的 就都自己搞定 自己去负债 绝对不会把家庭给爸爸妈妈拉进去 他就不管了 有的也许会给你大学学费 但是大学毕业之后 无论如何就不论再理你了 这个事儿 但是你说这样好不好呢 听起来也很好 因为他各方面也都很专业 但是反过来讲 他就欠缺了一些别的东西了 例如说一个人住进医院病了 他也许需要的 不只是有人擦室擦得比较干净 但是我不这么看 就是一个我同意文涛说的 就是说你专业的护理 肯定比家人的护理更要好 那当然 因为你家人什么都 因为我妈妈前段身体不好 我就觉得我什么都去学 因为我完全不懂基本的护理知识 那我作为他唯一的女儿 我又想尽孝心 所以我什么都是从头学起 就是我要变成半个护士 半个专业护理的专家 所以在这个学习当中 其实出了很多差错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 因为我的差错 把我妈妈的病情变得更重 已经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了 可是问题在于 我刚刚讲的就是 这些我完全同意 完全明白 但是我想说是 除了这些之外 病人还需要什么 就除了这些之外 那种所谓的 现在很多人仍然坚持死 该回家死 这是中国老一套的想法 其实这不只是中国老一套 全世界都这样 你想想看 我们今天的生活变得很像 生老病死都在医院 从前的人 生是生在家 死也只死在家 病是病在家的 老也是老在家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生 一定到医院生 老呢 老之后就住养老院 病呢 那肯定在医院 死呢 最后也是在医院 这就表示说 我们这个社会 发明了一种制度 一种系统 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的某一些关键时刻 是从家庭乡土社区里面 抽离出来 交给一个专业的体制 去管理 去服务 但是是这样 他有好处 他完全有你刚才说的好处 但是他少掉的是什么 就是那种有家人 天天在一起 然后跟着你在一起 感觉他不是那种说 爸爸我明天五点钟 再来看你 七点钟 我该回去了 他不是那个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这你就明白了 就是说 这个家里人 你愿意陪着他 你可以24小时跟亲人陪着他 对 可是呢 他比如有个专门的护工 你比如说 你好比你知道鼻四吗 就从 有些他不能吞咽鼻四 那你这个家属 要把这个食物啊 用那个搅碎机啊 搅碎成液态 然后用一个注射器 给它打进去 我知道 这个营养够不够 这个是很专业的一个技术活 你知道吧 现在家人就学着干这个 按说呢 要护工 可是我就跟你讲 我就了解中国很多地方 这个护工啊 就是农村里来的家庭妇女 他如果说有经验 最多也就是过去照顾过类似的人 其他的 他还不如你呢 而且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个护工 你家里人护士都会跟你讲啊 请护工了是吧 对 你家里人可别走啊 你走看着他 对 你走他去睡觉啊 甚至你不知道他 他怎么对待你们家人呢 你知道 所以我就会感觉到啊 我们呢 在某些高端领域啊 都在国际化 比如说五星级酒店里的服务 我们挺先进的了 对吧 挺专业的啊 但是我就发现了 真的跟普通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 比如说保姆业 比如说这个护工业 这方面的这个专业化程度啊 差远了 但是里面有 你知道吗 就是他都是都都是 为什么你看这一个家里 像上次我们的一个朋友不就讲吗 就是整天一个保姆用一个月马上就走了 又不是保姆说要走了 就是他看着保姆不顺眼了 走走走走走 你在医院里找这个护工啊 都是这样的 好 这护工我就发现了 彼此之间没有合约的 你知道吗 来了干嘛 24小时啊 80块钱90块钱100块钱啊 干了一天第二天说不行 呃我要加钱啊 你不加钱啊 我走了 所以你就变得极其不安定啊 天天就去想着他走了 我找谁 我找谁 你知道你看香港的费用 为什么各顶各的啊 天下文明啊 他就是有一套法制体系也好 还是专业体系也好 训练的还是训练的很专业 嗯 可是呢我想讲的是 就算你觉得你能够好像我所有的这种技术活 我都不用管了 我剩下的就是关怀 什么叫做剩下的是关怀 因为我 这种关怀是抽象的关怀 不一点都不抽象 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妈妈 香港现在很多这种母亲 喂奶不用自己喂 呃 帮孩子做功课 父母啊 也都不用自己做 然后他呃 因为很多东西都有专业人士 呃 家里面有家教教小孩功课 然后甚至现在发展到有专门说故事的人 集中小孩在一块 他说故事比父母都专业 嗯 呃 煮饭有家庸煮的比父母都专业 然后送上学有专门的司机或者保姆 好了 那么剩下来这父母他们跟孩子相处他干什么 他说那我就可以单纯的爱 就你懂我意思 这个爱是抽离掉所有你日常东西 我们人跟人的感情相处是化育在日常行为之中 就等于为什么妈妈老问孩子说你吃好了吗 他他他这个爱你会觉得你爱我吗 一天到晚问我就是我吃好没有 恰恰因为我们的爱的表达是在这么日常 这么琐碎的一些的动作行为 抱抱孩子 喂他奶 是这种东西 可是呢我想讲 我很同意我们这个时间已经过了 这个时代过了 嗯 我很同意我们有很多很专业的东西 可以绝对做的比父母子女更好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呢 中国在很大的程度上 仍然停留在我刚才描述的那种 呃比较不那么西方不现代的社会底下 我们仍然很仰赖这一套家庭式的护理方式 嗯 但是现实的矛盾是什么 现实的矛盾是很快的未来 当我们这代人都老了之后 我们下一代是只有独生的 对 那这一代 从我这代已经开始了 从我这代 那这些独生子女 这些独生的孩子 这些独生孩子 但是他们根本没办法再做到我们中国传统那套 他需要 我是这么理解啊 我觉得他刚才讲的那个是这样 就是说 没有一套这样的制度体系 像文涛说的专业制度的这种体系 来帮助家庭 帮助个人啊 其实这种你说的这种爱 画到日常当中啊 有的时候是一种无奈 而当这种制度成立了之后 那我愿意每天回去陪着我妈妈 哪怕有专人帮他护理啊 你愿意帮他按摩啊 愿意帮他做这些事啊 现实啊 那是一种 现实是你看美国欧洲 尤其美国老人呢 这几年很大的问题在哪 就是香港人现在 在过去几年的人均寿命排名 是排世界第一的 我一开始听觉得很惊讶 香港生活压力那么大 香港人怎么活的命那么长 那我再看看 像刚才各位讲的那种制度很好的国家 像美国最近几年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就人均寿命在下降 他的这些制度其实越来越好的 但人命反而短了 问题出在哪里 现在越来越多人想的就是那些 我们觉得制度很好的那些环境下 那些老人他其实并不开心 他讲的确实这也是一个矛盾 所以我就刚才讲这个就是两难 就是说呢 这个你比如医生也会讲 就是说啊 这个你好比像有些这个脑子得病的这个病人呢 他提倡家属帮助他康复 甚至提倡家属呢 这个护理他 因为据说这个这个亲人之间的这个感情联系啊 会对病人的这个康复啊 起到更好的这个作用 而且呢 毕竟还是觉得温暖 所以西方有西方的凄凉 所以那总结起来就是 一只手要有一个完善的专业制度 一个手还要有一个很古老很传统很温馨的家庭的 我觉得都有问题 没有好的 那比如说一定有 二位如果像等到我老了以后 又没有专业的制度 我又没有兄弟姊妹 爸妈妈都不在了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怎么办 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严重的问题 以嘎已经进入老年型社会了 你知道吗 枪枪三任性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今天这个这些孩子们啊 我觉得现在活的状态真的是你们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 你一对小夫妻底下一个孩子上半四个老人 如果将来这四个老人逐一的 对 在医院 你崩溃吧 你就 你怎么办 你没有兄弟姐妹是不是 对 然后 我们又做不到 像刚才我们讲的 加拿大式的 对 欧美式的 其实美国是不好的 美国也不是好的例子 但加拿大或者欧陆式的那种做法 他们真的是能够无微不至的 嗯 就让你负担减少 对不对 而且什么叫医保啊 加拿大那个医保 就是跟那个社社社保什么卡 你有个卡呀 都不用咱们最后到医院收费处 怎么算钱 保险多少 你就把这卡交这儿 人走了就行了 全是国家掏了 你说 像我很多朋友 因为我们现在独生子女们 就觉得我们不可能完善的 给父母养老啊 然后因此 像我周围就有这样的朋友 他就不生孩子 他说我不可能的生一个孩子 将来我还拖累他 先绝后再说 他也不可能养老 为了养老先绝后 真的是 尤其像你这一代人啊 就是假如你结婚生孩子的话 你想想看将来 你们会面对一个什么遭遇 就当你父母 父母老了 你要照顾他们的时候 你孩子 其实也是需要你照顾 对 一方面帮孩子 今天上学多难啊 一方面帮孩子 搞这个学费 将来 甚至现在 还帮孩子买房子 对不对 一方面想着父母老的事 住院的事 一方面你孩子还啃你 啃老 一方面你的父母 要靠在你身上 你们在口吓我吗 那真的是 真的是这样 现在这一代 这一代如生子女 将来的命运就是这样 你看那天我看这个中央台 报个新闻 还说说有个农村 采取这种方式 就是你不得不考虑 这个问题了 就老年人呢 凑到一块 互住型的村里的养 对 因为他说了青少年孩子 都打工去了 不要讲农村 我父亲现在就经常去 帮朋友的忙 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 他说我希望将来 我病倒的时候 你回来不了 他们都能来帮我 没错 老人就是 老人就是小病 老人互相照顾 是 稍大一点的病 村里可能跟医院联系 就到这来服务 那我们成立个互助组吧 互助组 咱们为我们将来 老年预想文道 说不定得这样 咱们仨将来互助 谁先你们可得伺候好我 我可挑 我可挑 你可别出大病 你给我吃点好的 可是我还在想 还有一个问题 今天中国我们 好像都说 我们今天中国 什么世界第二大经济 很发达 你跟先进国家比较前 就发现 我们 就算国家很有钱 但是其实我们很不平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这个资源 没有那么多 差太远 这个资源 真是我觉得应该加强这个